三只鸡 六只鸡是不是你的 是是我的这个我认了认了认了六只鸡全 甩给妈妈或女朋友不太合适 而且六只鸡都不顶一盒燕窝 金子我觉得你这点特别好 便宜的都自己认我先解释一下这个鸡的问题 这个鸡不是一般的鸡 you what 是什么鸡是真正的柴鸡 因为我每天健身啊 我吃最多的时候这一天六顿饭 有一度呢我吃鸡胸是特别多 每天都吃然后呢这个鸡肉维度长的也挺快的 可是我就发现啊维度大了 但力量没怎么着 没劲 对就是现在这种肉鸡啊 这都是催起来的 打鸡素因为催催它生长 除了我吃它呢 吃完了以后我自己也没催出来 所以我想我这不行不能因为吃它后来把身体再吃坏了 我就安排人每周去一趟河北城大厂县 有农民伯伯自己养的鸡 每次去买十只这六只是因为吃了四只 我现在是一天两只鸡 哇 一天两只鸡 这个鸡怎么处理呢 把这个鸡呢 剁开了以后 鸡胸和鸡腿我吃 剩下的这个整个这个鸡身子 鸡翅啊 对那些妈妈和女朋友吃 我我给他们炖汤 他们不吃啊他们炖汤 给他们炖汤喝 剩下的那个肉都已经炖烂了吗 对炖烂了以后 是是是是 把这个喂我们小区里的野猫 每天把这肉都给给他吃吧 包括有时家里边剩的菜 包括去外边吃饭 我剩下的菜都会从餐厅打包回来 都喂野猫 也都不着急 因为是五个野猫 一层一个 一天 一天上我们家来吃四顿饭 哇 那就养肥很多了应该 哎何老师你记不记得 是不是先来咱们节目的时候说 鸡只要见到我 就是了 我觉得鸡炕草老师才真的松 其实真的非常好 鸡胸肉的每100克卡路里 只有133 鸡腿是181 但是他都是对健身特别特别好 小杰我们那个尾涛会被卡路里呢 我们会被卡路里呢 我主要是养生这方面 因为鸡肉的话它是入胃精的 所以它有补中益气的作用 如果为什么我们健身 通常会吃鸡肉 因为鸡肉它比较容易消化 而且其中它的氨基酸含量 要比猪肉和牛肉高 这点很重要 因为人体本身要需要18种氨基酸 那有些蛋白质它不一定是很全 还有就是鸡肉里边的维生素A 特别多也比猪肉和牛肉多 杨伟涛输了 我还知道 每100克有48克的维生素A 和0.67毫克的维生素E 杨伟涛 杨伟涛 有人着急了 走天了 我们现在成健身节目 重点是我们还曹云菌家 杨伟涛家小杰 和你们三个人聊完天之后 什么饭都不想吃 看着什么都是树 让不让人活了你们 我们这些胖子的乐趣是什么 吃 不要以为 感谢 我一直贴 我一直贴 不行